曾被视为美国总统大选第三势力的独立参选人 小罗伯·盖乃迪投下震撼弹 宣布退选 转而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川普 他随后马不停提到亚利桑那州和川普同台造势 两人从竞争对手变盟友 笑着握手让全场支持者欢声雷动 从拜登退选贺锦丽上位后 小甘乃迪的民调从7月初的15%一路下滑到5% 这位出身于民主党政治名门甘乃迪家族的政治人物 谴责贺锦丽没有经过初选就被选为候选人 外界分析他的退选会对旗鼓相当的选情造成影响 而他挺穿的原因可能是在赌对方胜选 自己有望获得官职 你也会认为他在公司里放在公司里吗 前一天在民主党全代会上 贺锦丽誓言做全民总统 成功营造党内团结气势 最新民调显示 他的支持率47% 领先川普3.3个百分点 连挺川普的前福斯新闻主播 也在网络直播中大喊川普快输了 而川普显然也很焦虑 他在贺锦丽演讲时 30分钟狂发37条推文 还call in新闻台 一连10分钟炮轰贺锦丽全程空谈 最终被主播打断 中断连线 记者吴江中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